好,所以现在呢,你会变成为 以及下面的两个式子 我反正等于-k好 所以呢 我就可以分解成这三个式子 第一个式子就是前面的第三个式子 第二个式,这个是第五 第六 我们是不是将坐标已经分开来了 对不对 我们引入了一个m 是我们不晓得是什么的数字 我们又引入了一个k 因为我们又不晓得它是什么东西 我们就有这三个式子 达到这个步骤 我们终于啊 走到了ODE的联义方程 OK 看起来很容易嘛,对不对 好,那我们来看看 假设 我们从这边来看 这个式子很快速的 你可以把它写成sine或cosine 或者你不喜欢写成sine或cosine 直接为式成为exponential imphi 也可以 类似一个形式 我是写形式 imphi的形式 正负imphi的形式 也可以 OK 或者是要解这个 那简化一点 我们先看简化 OK 简化的状态下面呢 因为我们的例子是对称的嘛 让m等于0 m要是等于0的话 第一个式子就不管它了 那么我们就只得到两个式子 我们就得到这两个式子 这个式子没变 这个式子变了 因为简化了 我们把这一项拿掉了 这样就比较简单 好 这怎么解了 在我们解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这一边呢 我先不细讲 因为这边就属于我们的什么 下面这个式子 假设你有经验的人呢 解决到后来 它会变成什么 legendary equation OK 它会变成legendary equation 好 我们来看看一下 好 我们来先处理下面这个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上面 下面这个我们lun呢 先做个变数变化 有个叫mu呢 cosθ 我把它定义成一个变数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 假设有个函数 第一 比如说有个函数f 你对θ微分 就好像这边这个函数 对θ微分 我直接就把它写成大θ好了 是不是等于 θ先对f 先对mu微分 mu再对θ微分 对不对 圈入嘛 所以呢 它是不是可以简化了 简化成为怎么样 这个不变 抵mu抵θ是不是cos的微分 变成负的sinθ 我不喜欢sinθ 我喜欢μ 因为我把它变数变换为μ 所以sinθ是不是等于 1-cos²f的开根号 所以会等于 负的 一一减掉μ平方的开根号 对不对 那第六个式子呢 假设你在算下来的时候呢 第六个式子 它会告诉我们 它是什么 你就把它整个展开来 第一个 只对前面不动 微后面 前面不动的sin跟sin杀掉 就变成大θ大分之一的 后面两四方微分 第二个 后面不动微前面 sinθ微分变cosθ 所以呢 会变成大θ分之一 干脆啊 我们把大θ 乘过来好了 然后这边 我就不放大θ 它是不是就会变成为 cosθ oversignθ d大θ d小θ k一过来 变成加的 k大θ 等于0 我是不是就变成这个式子 第一个大θ overθ 我想办法把它变一下 ok 把它变成这个样子 这边还有个两四方微分 我就继续算两四方微分啊 那这个是不是等于 这个 先对μ微之后 再把μ对θ微 对不对 迁入嘛 所以你就可以算下来 ok 等于什么样的东西 最后把它带进去 带进去之后呢 整理一下 它就会变成什么样 1-μ平方 d平方大θ dμ平方 减掉2-μ平方大θ dμ 加上kθ 为了方便起见 在我们的实际的系统里面 我们常常喜欢k呢 会等于某一个特别的数字 n乘上n加1 因为这样子会比较 事后的计算会比较简单 ok 事后的计算会比较简单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式子 一得到这个式子之后呢 r呢 也可以变了 r呢 所以第五个式子呢 马上就变了 它会变成什么样 我们把它展开来 好不好 它不动微它 就个r平方 d平方大r d小r平方 它不动微它 变成2r -k乘上大r k已经简化成n 乘上n加1 我们就得到这两条方程式 1 2 3 4 5 6 7 8 这里面呢 我们将刚刚的k啊 自换成n 好 所以看起来好像很复杂的样子 好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好不好 根据我们的习惯啊 算到哪边啊 我就是需要整理一下 因为我的头脑没那么清楚 我希望啊 能够 小心的把它变换好 不要迷路了 我们把这个结果稍微整理一下 所以这样呢 第一个式子呢 就可以进化成下面这两个式子 最后那两个式子 好的 先写 第八个式子 以及 比较习惯的 我们呢 我们呢 事实上因为让m等于0嘛 我们事实上就不要这块了 那么这边会 1减掉μ平方 μ是点cos 帮我再把这个关系式写下来 我把这个变数写好 我们就变成这两个连力方程 变成这边 那这两个连力方程的解是什么 这个 那我们呢 第八个式子呢 我们直接啊 就可以把它解下去了 它的解就变成这样子了 第八个式子 这是我们第四 这个是什么 既然它是legender OK Differential equation 你记不记得它的解是什么 你记不记得 但是忘掉了 我上次不是copy给大家 一些它的解吗 对不对 的数学手册啊 哇一看起来 就是这几张纸而已嘛 记得吗 记得这个图形吗 OK 你快忘光光了 对不对 好来 我们来这边稍微弄一下 好 这个呢 这干脆把它画掉了 好 它的解呢 等于pn 这里面变数是mu 就是cos theta 好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我们看看它几个特色一下 它的形式是这样子 写在这边 写快一点 p0 永远等于1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变数呢 假设我这边画成x 下面的变数 cos theta cos theta 只能正负1嘛 所以我先把边界限制出来 这是中间 OK 那我们来画一下 它的解到底长成什么样子 好 p0 永远等于1 这里是1 这是p0 p2呢 p1 等于什么呀 等于cos theta 就是它自己的变数 所以假设横坐标是cos theta 那么它就是一条对角线 OK 负1 OK 这一点是负1 所以这个是我看看要怎么画 好 这个叫p1 p2呢 2 2分之1 3倍的cos 平方 theta 减掉1 它是个偶函数 所以p2呢 它会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函数 我先画个大概 好不好 这是p2 p2画在这边 p3呢 又是个几函数 它就这样子 几数就是几函数 偶数就是偶函数 它会形成这样子的一个式子 OK 也许它的解有很多种 那这样一来就简单了 管它三缺二十一 反正它的解就是等于它嘛 第九个式子 告诉我们 我们的 现在就要变成cos theta 它会等于pn cos theta 就变成这样子了 从这里面的n是什么东西 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它马上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既然我有这么多个n 抱歉 这边应该用绿色的比较好 这么多个n 就代表我有这么多种r 我有这么多种系数 我有这么多种n 就这么多种c theta 对不对 它的解你已经把它解完了 解完之后我们不就要带回来我们的第二个式子吗 变数分离的式子吗 所以讲一来 把10 and the 11 带入第二个式子 它马上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有什么 有大r 大theta 大r呢 有这么多种r theta有这么多种theta 那我得到的呢 这个v啊 一定是怎么样 有这么多种v 完了这样子麻烦了 那真正的v呢 一定是每一个v的怎么样 线性排列组合 叫做kn vn好了 好 那我们就开始把它通通丢进来 试试看会变成什么东西 kn vn是什么 vn是这两个相乘 大r就是这一串嘛 anrn次方 bnr的n加一次方 乘上thetan是pn 我们发觉呢 这里面有几个常数 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我把常数呢 这个k呢 也是我们假设的 既然这样 我们干脆就把它整理一下 它这边有加的 就变成两个式子 ok 变成两个式子 我们干脆把kn 乘进去嘛 ok 那它是不是变成anplug 我用蓝色的 r的n次方 再加上bnplug were anplug 就等于kn乘上an bnplug 就等于kn乘上bn 我是把这个kn 反正是常数嘛 我把它乘进来 就叫做一个新的常数 常数乘常数变成新的常数 常数乘常数又变成新的常数 我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这个就是v的 r pheta的部分 对不对 这是第十个式子 好 我们终于呢 又来看看 我们要怎么弄一些东西了 好 到了这个地方呢 相当于说 事实上我们来解这个ode的时候 我们只是解除它的形式 我们并没有去判断 它上面的这些东西 对不对 但事实上也是可以判断 好 也是可以判断 好 我们呢 好 那我们的解既然是这样 我们开始把bundal condition拿来用 有bundal condition1 它是什么意思 v呢 在r等于a的地方 要等于0 那我们就把这个解啊 1244的解拿进来 r等于a的地方 是不是这边都是a 所以会变成summationn anplung a的n次方 再加上bnplung a的n加一次方 再乘上pn 对不对 这是其中一个事实 加进来之后好像看不出来 到底有什么用处 没有关系 我们看看第二个 有什么样一个行为 好不好 但在此之前呢 我们这个一加进来的时候呢 我看一下 好 没关系 这样子一进来 它变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怎么办呢 a是常数 n呢 只是这边的summation的一个index而已 真正位置数 anplung跟bmplung 那这下子有点点麻烦的是 我可以得到出它什么样的关系 示出来吗 ok 其实这边有个非常快速的 一个做法 因为这个事实就相当一个方程式 只是刚好今天这个方程式是0而已 它可以对p展开来 对不对 这不就是负变吗 负变是一个方程式对psychosy展开来嘛 我现在只是对着p展开来 假设可以这样子 这个p假设它是个正交的函数 那么我就可以利用正交的特色 来做一些事情啊 好 它有什么正交的特色 我们把这个 legendary的这个正交啊 函数啊 列上来一下 pncosθ 乘上pmcosθ 对cosθ积分 一直能从负一击到正一了 它会等于什么 2 over2n 加1 delta nm 它会等于这个样子 所以既然有这个特色呢 我能不能把13这个式子呢 两端呢 这边是pn 我把它乘上个pm 然后对cosθ积分 从那边积大呢 负一积到正一 假设我这样做的时候 左边呢 式子呢 等于0 因为左边本来就0嘛 你乘上什么东西积分 还是0呢 那右边就会等于这一串 这是常数 那后面是什么 就会变成这样 那么这个 不就是我们这边讲的这个正交的 关系吗 所以它马上就变成什么 发现只有n等于m的这一项会存在 所以只有am 它要等于什么 等于0了 所以根本就不要管后面这一项嘛 最后面就是前面这整个系数要等于0了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把b跟a的关系式就可以求出来 对不对 所以从这边呢 很快就可以知道b跟a的关系式 所以从这边呢 马上就告诉我们b n 会等于负的am 我们就可以得出第一个关系式出来 等于说我们在这个下面这四十有两个位置数 am跟bm 那有第一个bundering condition 告诉我们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式 你知道一个另外一个指动就知道 就相当于我们知道其中一个到底是什么 好 这个是第一个bundering condition 第二个bundering condition呢 我们再用进来 好 第二个呢 关系是 bundering condition2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当r去进入无穷大的时候 很大的很大很大的数值的时候 v啊 会等于负的 1 r cosφ 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把它带进来了 我们就从 12个式子里面 负的 1 rcos 要等于 v区境无穷大 v要区境于很大的状态下面 vr区境很大 那我看一下 那是不是这一项呢 几乎变成零了 对不对 因为r区境很大 所以就现在第一项会存在 它是不是会等于summission n anplung r的n次方 称上pn 它是不是就可以写成这样 其中anplung了 我还是维持蓝色的 那这样一来呢 两边式子一定要相等 你马上就看到一件事情 右边呢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展开来 a0plung r的0次方 就是1嘛 p0 再加上第一个是 a1plung r的1次方 p1 a2 r的2次方 p2 这样一录下来 对不对 这个一定要等于左边这个 请大家看看 左边这边这边有个r 右边有谁 只有一个r的 只有这一项 r的1次方 r的1次方 这边cosθ 这边谁有cosθ的 不知道耶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看 什么叫p p1 是不是就是cosθ的 所以谁是cosθ的 p1 这个就是cosθ 所以你发觉 只有这一项对应到它 那其他项怎么样 通通都要让它变成0 r的0次方是e啊 e不会变成0 p的0就是e啊 它也不会变成0 只有谁要变成0 aplung 要变成0 对不对 一定要让它等于0 r平方 会是0吗 不会啊 除非r等于0啊 我们讨论外面 就没有这个现象了 p2呢 p2是一个函数啊 所以唯一 随时会变成0 只有a2 所以这样一比对的结果 马上就告诉我们 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a1 a1 plung 这边呢 要跟它对应 就是等于-1 其他的anplung for n 不等于1的 通通等于0 对不对 所以西数就决定了一大票了 a全部决定了 a一旦决定了 不要忘掉 我们刚刚有求的b跟a的形式 这边告诉我 只有a是当什么 当下面的index a1 才不等于0 其他通通都等于0 那这样还用酸吗 这样b已经做得快要做出来了 OK 我们有这个叫第12个式子好了 14个式子 有14个式子带进来呢 它马上就告诉我们 我们剩下b1plung 要等于负的aplung 负的a1plung 负负的正 的a 2m加1 像m等于1 2加1a的三次方 其他b nplung for n不等于1的 通通等于0 我们把这两个结果 带回来到我们的这个解 12个式子 vrθ 有很多submation 根本就不用sum了 因为呢 只有1的这项存在 其他通通等于0 所以你会有1的这项 a1plung r的一次方 再加上b1plung r的二次方 对不对 1加1变2吧 乘上p1cosθ a1带进来 负1 r 再加上b1 1a的三次方 1a的三次方 除以r的三次方 乘上cosθ 好 我们再把它沉进去 好不好 整理一下 因为这样比较容易 看得出 它的差别 是什么意思 它的解 最后就变成这样 这个解是什么意思 你告诉我 第一个项是什么 负1rcosθ 负的1rcosθ 这个不就是原来的条件吗 指的是什么 均匀的电场 也就是说 当你一个导体球 放到这均匀电场里面的时候 均匀电场不会不见 它还是有均匀的电场 只不过 在它四周围的电场 要受到一个整形 整形相当于什么 你加入另外一个整形像 加上来 那么就变成 你最终的答案 就是这个枪 很漂亮的一个解 OK OK